嗨我是葡萄柚 又回到這款少女回戰 然後這次我們不抽卡 然後就是有一個角色嘛 我已經蒐集到了 然後我們跳來這個 呃我看一下 哦對就是這個什麼 時空神殿這邊 這個山殿這邊 哦 然後這個這個角色 這個沾妖嘛 我已經蒐集到了 我現在碎片嘛 碎片有175個 然後他180個就可以合成一個沾妖了 然後我只差5個 然後我剛好剩下的 剩下時空硬幣可以 換換到最後的5個 那我們就來換了吧 OK YES 死 終於啊 我們張療終於得到了 得到你的張療 歷史中的張療也是個指南耶 看一下 欸這應該不會被黃標吧 欸他穿很多了 他不會被黃標吧 靠你不要跟我說這個也會被黃標耶 然後我記得嗎 我之前有去看一下他的一些什麼介紹的簡介啊 他的他的寶應該是這個面具才對 點他 這個嗎 哎呦 聽到聲音了 這裡嗎 哎呦拿到這面具了 漂亮啊 他為什麼要騎著一個面具啊 這是什麼造型啊 惡鬼面 所以我們的張療是個惡鬼嗎 OK 然後來到我們圖 呃不要 走開 OK 每次每次得到一個角色嘛 每次得到一個角色他就會問我要不要優惠回禮 然後那個優惠回禮其實就是一些養成禮包啊 反正你抽到一個角色嘛 你抽到一隻新的角色 他就會問你說啊 你要不要買那個禮包 買那個禮包就可以去升級那個角色了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圖鑑這邊 然後我們的 噢 話說回來我這命運也快收集到 各位觀眾朋友 我這個命運嘛 命運也快收集到 然後就是這個張療給他啟動一下 水啊 得到你了張療好開心哦 哇 我這樣也充滿多的 哎 哎 然後他 哎 奇怪我沒有羈絆嗎 我們看一下我張療 然後圖鑑這邊啟動了嘛 然後羈絆的部分 他都沒有羈絆哦 我要靠杯 他羈絆要什麼照雲UI 他羈絆要照照雲UI 然後還有什麼 乾癮的 反正就是一些我沒有的角色啊 要孫全還要乾癮的 然後還有中會什麼戲制裁 這個 還有這個這個是什麼 董白的UI也要 哇靠 沒差 反正有一個角色也好嘛對不對 有一個角色也好 那這個張療我們就是得到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特寫 這個應該不會被黃標吧 靠YouTuber 你這次在黃標 我就媽的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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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我沒事 好 那我們來拉近一點 然後他 嗯 臀部很不錯 然後這腿 胸部沒說很大 但是也 呃 我不要拉太近 拉太近可能會被黃標 反正就是一個 嗯 很霸氣 很霸氣的角色 然後 雙馬尾嘛對不對 哦 我也愛雙馬尾 各位觀眾朋友 我也愛雙馬尾 其實像有哪位女性觀眾朋友 你是雙馬尾的嗎 我覺得你看完這部影片之後嗎 應該會把你雙馬尾給用 給給解掉 然後用成一個 用普通的馬尾 或者是普通的 放紙的瀏海 然後他其實這個面具 然後他那把劍嘛 他那把劍也太長了吧 那劍快要跟他一樣高耶 他手上那把劍快要跟他一樣高耶 你們看一下這把劍有多長 哇靠 這少的時候應該有150公尺有囉 欸不是150公尺 150公分 150公尺 嚇死人 150公分應該有哦 厚 嗯 好 我們張聊很性感 哇哦 穿太多了 不過他穿太少 他 他穿太多有個好處 他穿太多有個好處 就是說 我這部影片嘛 應該是不會被黃標啊 好 希望這部影片不要再被黃標 那 現在是下一個角色嘛 我們來看一下圖鑑這邊 那下一個角色就是抽我們這個命運啊 那就是這個什麼閃亮三姊妹 這應該也不會被黃標 然後我只差20個碎片啊 我只差20個碎片 然後就是他在龍脈爭奪這邊換的 那 我得 我得等到下一次 下一次他更新了 OK 反正這樣也給各位看到了 那 希望這部影片不要被黃標了 OK 那就拜拜 好 好 好 i want you baby never let you go